变成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也许你按一个按钮 它可以自动帮你完成 不外乎就是插入函数 它可以有一个自定一个函数 它可以帮你自动这样一拉 它自动按确定 自动就可以帮你填完 那当然这一定是比较快 可是问题要怎么样完成 这个两个动作 那这两个部分都是属于VVA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第一个 一般当然也许先从这边开始来看 这按钮怎么做出来 不过在做按钮之前的话 你需要先产生VVA的所谓的副程式 那个副程式的话 开头一定叫Sub Sub指的是副程式 那要怎么样去产生这个Sub 第一个你需要把这个东西叫出来 开发人员 那理论上你们的电脑 预设应该是没有开发人员这四个字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叫 你们应该现在电脑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是没有这个东西 那它怎么叫出来的 基本上是在上面有个小小的箭头 其他命令 倒数第二个 制定功能区 里面有个开发人员 预设是没有 预设是讲这样 没有开发人员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你请你注意一下 把这个地方 制定功能区 打勾开发人员按确定之后 这个时候的话 你把它切换过来 那你就可以看到开发人员这个标签出现了 那如果你把它打开的话 那表示你就开始要成为一个开发人员了 蛮惨的 所以蛮沉重的 也就是说你已经升等了 真的 其实你开启它的话 表示你跟平常的那个应用 就是等于是使用的一般的客户端其实不同的 OK 那接下来的话 怎么去使用它 开发人员 所以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为像很多办公室里面 像现在越来越多人 如果有开启这个功能 那表示它的功力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你们也可以稍微去瞄一下其他同事 之前我问过有同学 为什么来学这个 他说因为他其他的同事都开启了 只有他不知道在哪里开启 所以后来才想说那不行 还有他看到很多同事都有按钮 可是他一个都没有 所以他也想要来学怎么做按钮 因为他看也蛮好用的 人家按了两下就什么事都做完了 但是他都不知道怎么做了 所以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这个大家潮流走到这里 你非得要学了 OK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开启这个开发人员 第二个的话 接下来你就找到开发人员 最重要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所谓的Visual Based 那VBA实际上就从这边开始 点它之后 再来呢 它是一个浮动的视窗 那我比较建议你可以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那为什么要缩小 基本上就是说 因为我们要撰写程式的时候 都是由你到底要做什么 先看着需求 拿去撰写下一个步骤 不是说你闭着眼睛就知道做什么 其实我们可以不需要 就是 你也许什么事都不知道没有关系 但是你可以知道说移动 到底看一下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再按部就办把它写出来 那理论上 因为这个是我已经写好的状态 那到底程式要写在哪里 请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个我先把这个移除掉 因为本来是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叫模组 VBA就是写在这里 但是你预设状态呢 这个里面是完全是空的 所以将来你打开之后 你长的样子一定是长这个样子 它会显示出 开头一定是VBA的project 它是一个VBA的专案 后面刮胡就是你这个档案的名称 那里面的话会对照很多的那个 就是一些相关的物件 但是我们程式不是写在这些东西里面 而是必须要新增一个 所以按右键 任何地方按右键都可以 它会有一个插入一个模组 那也就是说我们将来的VBA程式 全部都写在这里 那你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了 只要一个module 1就可以了 那除非说你将来程式写很多 你再去插入第二个模组 第三个模组可以做分类 不同的类别的VBA程式 你可以放在不同的模组 不过理论上现在你们应该不需要 你们现在只需要一个 OK 那这个一个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到你的右手边 就会有一个新的画面 可以让你去填写程式的部分 那我们如果说今天 要做出按钮之前 要先做什么 先插入一个 也许是按钮名称叫做门号 那我就是在上方 记得游标放在右边 插入一个程序 插入程序 在模组里面插入程序 那程序的名称呢 记得 你就用预设的 它是一个sub sub基本上是对应到一个按钮 名称也许叫做 假设我只取名称 名称叫门号 那你就打个门号 门号 这样这个名称 OK按确定 再按确定就可以 这边门号按确定 它会自动帮我产生一个程序 名称叫sub sub里面的门号 所以对应到一定会有个sub 一定会有end sub 那程序就撰写在这个中间里面 那我们到底要写什么东西 基本上要告诉Excel 说请你帮我怎么样 做一些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 按个TAB键 帮我把那个 就是输出到某个储存格 特别注意VBA的观念是 后面的东西做完之后 丢到前面 所以程式写法是这样的 第一个你要先知道 那个储存格在VBA里面怎么叙述 它会有个物件名称叫Sales 所以你要以后这个Sales 蛮固定的 这个Sales加S 指的就是储存格 Sales指的是储存格 然后刮壶 哪一列呢 那就是第四列 哪一栏呢 你当然可以给第五栏 比如ABCEE 你可以输入5 或者你可以输入第二种方法 我比较习惯用这个1 后面这个部分 你可以是一个文字 也可以是一个数字 两种都可以 那我们在一栏里面 输入什么东西呢 输入一个09 其实做法跟刚刚类似 差别只是说 在资料编辑列里面 那个end 前后不用加空白 但是VBA里面要加空白 09 这个储存格的话 它的名称其实就是F栏 其实跟E栏很像 所以我的习惯是 把上面的那个 E栏刚刚打过的东西 拿来复制贴上 09 什么呢 0911 它抓到了 再来end end 一个-的符号 一样end- end前后加空白 这个时候你可以先试一下 怎么试上面有个play 你把它play 输出 有没有 0911 出来了 但是它还没完成 其实有点像是怎么样 你把原来在资料编辑列里面做的事情 搬到这边来而已 但是后面的话呢 就是我需要做什么呢 再把后面的格式做出来 所以end 那特别是刚刚我们用test函数 但是那个test函数 在VBA里面不叫test函数 它不叫test 它换一个名称 它叫format 所以你只是把那个名称 改成叫format 刮壶 那刮壶之后的话 它会跟你要个东西 要什么呢 要哪一栏 那G栏 所以你把那个G栏的东西 其实就是从这边复制 贴过来把它改成G就可以了 从G栏里面呢 来帮我抓 豆点格式就是000 这样子 然后 知心看看 084 那后面的话呢 就是end 记得 它跟那个资料编辑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end 前后要加空白 其他都一样 再把它end 输出 有没有 不是084 应该是改那种 改取就可以了 再输出 有没有 一个 那可是问题 我们将来不是只有一个 那输出一个 那以后是不是还要再把这个 列 未来是 要变更这个 第几列 因为现在是第四列 可是我们最下面好像到103列 那当然你 比较笨的做法是 这一行复制贴上 改5 改6 改7 改到103 那不是很多吗 所以在VBA里面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回圈 回圈 那回圈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跟它讲 从哪一个数字开始 它会改变 改变 比如说 4到103 那你告诉它 它会自动帮你在 4到103做变化 那你需要一个变数 所以在回圈里面 会有一个变数 就是 我们用那个I来当成是一个变数 I等于4到103 假设我们103列 Enter 两下 再打个NAS 这个VBA里面的回圈 一定是4到NAS NAS指的是NAS I的意思 就是4它会变下 一个变5 变6 那你只要把中间这一行 搬到中间 搬到4跟NAS的中间之后 这边TAP 把它放中间之后 然后再做什么 这边再加个TAP 好了 我习惯是把它缩排一下 缩排之后的话 那记得把那个4的部分 改成I就可以了 因为它这个I 将来会不断的改变 所以你把这个4改成I 每一个都把它改成I 改完之后 那我们的程式 就改完了 就写完了 大概就这样了 但其实没讲 好 来试一下 执行 全部完成 就这样而已 OK 那实际上它是做什么 控制 画面上 控制Excel里面的物件 那也就是说 所有Excel里面 每一个东西 都有一个物件名称 那你可以藉由这个物件名称 去控制它 可以给它不一样的值 啊 状态 一切一切 反正你滑鼠键盘 能做的事情 都可以藉由这个物件去控制它 那我们今天只是讲第一个 就是Sales 最基本的元件 OK 然后呢 做完之后 当然你要需要一个清除 所以你就把它Ctrl C 其实不用再插入一个程序 我习惯了 Ctrl V 然后改什么 把这个改成清除 那输出的话呢 原来是输出后面这一串 把它输出成什么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不是不打东西 是打一个空置串 这样子的话呢 表示说我未来在4到103列里面 就帮我放一个空置串 那空置串 意思就是把它清除的意思 好 增加 清除 OK 那这样的话 程序写完了 其实基本上以后就复制贴上来 改一下 大概就可以很快做出来 你要的样子 那你只需要做什么 告诉它你的范围 第4列到103列 那到103可以再改成别的方式 自动去抓到你最下面一列是哪一列 给它一个范围 做一些事情 它就全部完成了 那完成之后呢 最后 我们还需要产生两个按钮 因为你将来不可能说 那你又直接在这边执行 那如果说你要方便一点的话 你需要两个按钮 不过说真的 那个按钮不是必要条件 因为像我写完成式 如果我只是要看到执行完的结果 那我直接执行完就好了 我事情就解决 我干嘛没事做个按钮 所以要不要做按钮的话 你可以视情况而定 如果常用的 或者给别人用的话 你才需要 那如果说你要做按钮 给别人使用的话 很简单 开发人员里面 请记住 插入里面 表单控制像这边的按钮 先按下去它 然后你在这边拉一下 门号 如果你有个sub 记得把这个门号两个字复制一下 按确定 那为什么要复制呢 因为等一下可以贴上 可以少打门号两个字 那如果你不复制贴上 没关系 自己再打门号 OK 然后呢 第二个按钮的话 一样了 就是再增加一个这个 我是觉得它应该自动 要把那个字带过来 可是它没有了 其实未来功能最好是 干脆不用复制 你按确定 它自动就把那个清除 两个字放过来了 但是它现在没有做这么贴心 因为我觉得这个功能 有些没有那么完善 就自己再改一下 有没有 这样就完成了 OK 所以整个流程 你今天基本上 两个按钮就可以做出来 程式没有几行 所以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一 开启这个标签 在这里 这个地方 2 切到Visual Basic 记得把它做移动式的 OK 不理他 反正就在下面就对了 然后呢 分别插入一个 先插入一个模组 再插入程序 这个程序两个 先插入模组 一个模组就好了 再插入程序 那如果你等一下担心 有哪些部分 可能漏掉的话 画面在这里 这2007的 以色2007 那这个是完成的画面 就这两段 那当然 有些同学可能实在是 会怕有挫折感 不过没关系 如果你实在是怕挫折感 没关系 你可以 再删掉 对 你可以从云端上这边 Ctrl C C Ctrl V 写完了 这也可以啦 因为有些同学 想要先尝试一下 因为说真的 你这一串 对我来说是很简单 但对你来说是很困难的 没有关系 你先 对 先做按钮也没关系 OK 试试看好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其实它并不是那么复杂的东西 那VBA它的好处是说 它其实已经算是 所有程式语言里面 是最人性化的 最友善的 为什么 因为 开始 开发你不要签 你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 这个对于其他语言来说 都没那么简单 其他语言要安装一大堆东西 设定一大堆东西 才可以开始写程式 VBA不用啊 打开就可以开始写程式 所以我其实平常要开发 要写一点简单的程式 用这个来写最简单 试试看好了